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要來看 1970 年代 台灣的民主運動發展的過程 台灣的情況 在台灣的政治發展 或是說我們的處境 其實受國際秩序的變化 影響非常深 大概1950 到 1960 年代 是美蘇冷戰對峙最嚴重的時期 台灣被納入作為美國的盟友 所以他是一個反共的堡壘 美國政府的支持很強 但是大概 1960 年代起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嘗試要進入聯合國 美國政府 在冷戰的局勢裡面 他也意圖拉攏 中國 來削弱蘇聯陣營的力量 所以到了 60 年代 到了 70 年代 這樣的情勢已經形成 非洲或是說第三世界國家 加入聯合國 這些第三世界的小國 加入聯合國的息事越來越多 他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良好的關係 所以在聯合國裡面 支持 PRC 加入的 這樣子的聲音就越來越高 ROC 在聯合國的處境 就越來越危險 各位又知道說到1971年 中華民國就被逐出聯合國 我們來看一下1971年 這個 2758 號決議文的內容 這個主要是說 聯合國決定要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是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的合法的代表 PRC 的政府 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的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組織 還有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次驅逐 各位你看 就是有學員就問我說 為什麼聯合國的那個決議文 2758 號決議文 他不是說把中華民國逐出 他是把蔣介石的代表 在聯合國所佔據的 那個非法權利逐出 為什麼會是這樣 可以用否決權 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文字上為什麼不是講 逐出中華民國 文字上為什麼是講蔣介石的代表 非法佔據的權利 但是觸詞很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是阿爾巴尼亞等國 代表PRC 在聯合國提出的主張 他基本上是站在 那個中國共產黨這邊 的發言的方式 也就是說從中國共產黨來看 蔣介石他根本不代表中國 他就是一個非法的集團 他們是用非法的方式佔據了所有的權利 所以他基本上這個是阿爾巴尼亞 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 他們的位置上所提出來的文字 所以文字上就是 就是對蔣介石政權的評價非常低 這樣子的文字後來是在聯合國通過 1970年10月25號 在台灣是所謂的台灣光復節 可是這一天是在聯合國 代表席次被逐出的日子 他的贊成票76對35票 同學你一定聽過說 在這幾年的 從1960年代到1971年 中華民國政府被逐出聯合國 中間美國曾經努力過提出雙重代表權的主張 就是PRC也進來 ROC也仍然留在聯合國 這種 你一定聽過 有這種說法 好像蔣介石總統不同意 是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 確實美國 他大概就是越來越感受到 中華民國要繼續留在聯合國的機會 越來越小 尤其中華民國要代表中國 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席次 這根本是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在 我們來看 他也希望中國能進入聯合國 PRC能夠進入聯合國 因為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的人數那麼多 沒有道理不讓那麼多的人所組成的國家進入聯合國 所以美國基本上是歡迎的 但是這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可以兩全其美 所以1971年阿爾巴尼亞等這些國家 那就是他們是等於是代替PRC 在聯合國提出了入會的這樣子的提案 那美國是表示歡迎的 美國表示歡迎PRC入聯 但是不應該把ROC排除 這是兩件事 PRC進來跟ROC在聯合國 這是兩件事 那他就去想辦法 就是最好兩個都能成為聯合國的會員 他在1997年在聯合國就提出了 雙重代表權的案子 1997年的8月他提出這個提案 就是希望兩個ROC跟PRC 兩個中國都能夠在聯合國 但是中國政府反對 中國政府他們就發表聲明 不管是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或是台灣地位未定 或是台灣獨立 這些他們都反對 只有PRC才可以代表中國 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他的主張 從到現在都是這樣 對不對 那美國想要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兩個都進來 兩個同時存在 那情勢很困難 那後來美國就通知了蔣介石政府 告訴他說 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是不可能 繼續由ROC掌握了 最好的狀況 就是ROC可以留在聯合國 但是把安理會 剛剛同學講的可以有佛救權的 安理會的席次 恐怕會由中國共產黨的政府來獲得 已經倒數我們的政府這樣講 那美國呢 嘗試提出種種的方式 讓他所主張的雙重代表權 能夠達成 所以他在聯合國大會的過程裡面 他就提了兩個案 一個案就是重要問題案 重要問題案就是說 要排除中華民國的席次 需要三分之二的同意 就增加他的 提高他的門檻 一般只要過半就可以 但是美國說 因為他是創始會員國 所以要三分之二 這是一個保險 第一個保險就是說 即使中共進來 但是中華民國仍然在聯合國 所以他當時是提了 這兩個案子 他同時都向聯合國提出 這是雙重保險 最糟的狀況是 中共進來拿了安理會的席次 但是中華民國仍然留在聯合國 美國的打算是這樣 而且他其實不願意 那這個對ROC是多大的侮辱 尤其那如果失去安理會的這一票 這個席次 那我留在聯合國 有什麼意思 講就是總統 所以他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一度說服他 一度曾經說服蔣總統 但是那時候的局勢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美國政府正想要跟中國建交 他們叫做美中關係正常化 以前關係不正常 明明有一個這樣大的國家 但是我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國家 所以他現在正在進行 美中關係正常化 那季辛吉 國家安全顧問 他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 到北京去安排 尼克森總統仿中的事情 那你覺得他會造成什麼樣的國際效應 聯合國大會正在討論中國代表權 可是呢 美國政府已經派了最重要的代表 特使 那大陸會願意去講 我要跟中國建交 你覺得聯合國會會是什麼樣的氣氛 大家就會認為說 美國不要中華民國了 就是這樣子的情勢 事實上美國國務卿羅吉斯 他一直要求 基辛吉你不能現在去 現在去的話 在聯合國的表決一定完蛋 因為這就是一個很清楚的態度的表示 美國現在以PRC為重 就會變成是這樣 但是呢 當時他們急著 就是基辛吉跟尼克森 他們兩位 心急一萬分 就是很想要 這個是歷史性的 他們認為這是歷史性的突破 所以 真正花在 就是能夠鞏固 ROC得票的力氣 是很有限的 整個在聯合國的局勢 事實上就一面倒 倒下中共 那賈介石呢 所以他最後 他要跟我們的外交人員 跟聯合國的代表 就是他的指示 就是說 如果 在聯合國的這個會議進行的過程裡面 重要問題案提出來之後 如果被否決 美國跟日本可能會有一些補救的辦法 那我們看他補救的怎麼樣 如果這個補救的措施 就是沒有什麼效 那我們不要等 聯合國幫我們key出來 我們自己退出 這樣才能保住面子 他的講法 就是當時的老總統的想法是這樣 25 號當天的工房就這樣 美國先提出了重要問題案 也就是說 ROC要被排除的話 要有三分之二會員的同意 但是表決失敗 這個地道防線垮了 接著美國再提案 所以這個是美國在想辦法 就是說 接下來就要討論到阿爾巴尼亞的案 中國的入會案 中國的代表權的案 他就想說 我把它切成兩段 把兩個事情脫鉤 一個就是 恢復PRC 的合法權利 讓中國進來 這是一個案 另外一個案是驅除ROC 是變成另外一個案 他想 程序上 你把它脫鉤 結果 他這個程序的建議也失敗 那顯然 美國的防線是兵敗如三島 所以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 就在這個時候 阿爾巴尼亞案還沒有提出 我們就說 我們要退出了 所以他就走了 就離開了 自己就宣佈退出了 ROC宣佈退出 所以我們的說法是 我們是退出聯合國 可是呢 在聯合國說法 是蔣介石代表 被逐出聯合國 ROC 我們自己宣佈我們退出 接下來 就是說 後面事實上還有 美國的雙重代表權案 根本就來不及提出 根本來不及提出 如果我們還沒有退出 阿爾巴尼亞的案 雖然通過 中國進來 但是雙重代表權 如果聯合國大會通過 那ROC還可以在 聯合國保有席次 但是呢 這樣子的情形 等於是說 就是公會議會 美國是排的這些 程序 對抗 事實上都沒有成功 不過 各位要注意 2758號決議文的內容 要非常注意的 我們來看一下 2758號決議文 這邊剛給各位看的 他談的內容是 誰代表中國 對不對 是PRC代表中國 還是蔣介石的代表 代表中國 他裡面全部都沒有提到台灣 對不對 但是後來 那個PRC那邊 就用2758號 就是用這樣擴大解釋 台灣被排除聯合國 其實並沒有 完全沒有提到台灣的問題 也沒有提到台灣地位的問題 沒有提到台灣屬於中國 屬於哪個中國 是不是被排除 其實完全沒有 所以2758號是無關台灣的 只關係蔣介石 關係PRC進來 蔣介石被逐出 但是完全跟台灣 沒有提到台灣 這也是最近 各位如果你有注意新聞 最近台灣的情勢非常緊張 美國很緊張 日本也很緊張 歐洲也很緊張 只有我們一點都不緊張 我們覺得很好啊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房價大漲啊 然後那個經濟成長 這個什麼GDP 破多少對不對 我們絲毫沒有感受到緊張的氣氛 可是外國很緊張 尤其是美國很緊張 那你看他們幾乎每天 都有對台灣問題 發表的一些說法 那這是這個美國 國務院的柱青 那他就講 他就說 中共是錯誤引用2758號決議 二級普法決議並沒有講台灣問題 所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就講說 就是歡迎台灣 有意義的參加聯合國體系的活動 美國政府再一個 就是說 中國 事實上應該講 中國 中華民國跟台灣 台灣 其實是 三角的關係 過去常常把 中華民國 就等於台灣 過去長期以來 是這樣 但是 自從1978年年底 就1979年1月1號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後 承認一個中國 那就脫鉤了 就是中華民國就不見了 所以美國現在的對象是 台灣當局 不是中華民國 那台灣當局代表就是台灣 所以現在變成是美國跟PRC 叫美中關係 美國跟台灣 這已經是美台關係了 跟以前兩個都是中國 各位 這要特別注意 現在他們的 就是說美國對於過去可能比較傾向中國 現在發現中國野心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慢慢越來 就是越支持台灣 因為這個在跟他的安全防線 是有密切關聯的 那這局勢正在發展中 關係台灣的命運 就是我們每個時代 其實台灣都有他要面對的大的挑戰 那最近20年最大的挑戰 大概就會是這個 就是台灣到底最後我們還能繼續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呢 還是我們對阿強大的國家會幫我們併吞 現在我們大概這20年可能要面對的問題 大概就會是這個 所以各位要知道 1970 年是這樣情勢開始改變的時候 就是美國開始跟中國走近的時候 這就變成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危機出現 因為以前是承認兩個中國的 全世界有人承認PRC 有人承認ROC 那這麼強大的美國政府是承認ROC的 所以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在台灣 那他可以大聲講 我代表中國 我要反攻大陸 所以我要戒嚴 我就是為了要反攻大陸 他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已經沒有辦法了 1971 年 聯合國很清楚地承認的這個中國 不是ROC 對不對 那從1972 年開始就是斷交朝 從日本開始 各國跟我們斷交 從七十幾個邦交國一直斷斷斷斷斷 剩二十幾個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二十幾個對不對 對 大概從1970 年來 1971 年以來 大概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斷交最巔峰的時候 事實上在1970 年代 那對中華民國政府最大的一個斷交的衝擊 是1978 年底 美國宣布 將從1979 的1月1號開始斷絕 這是最大的衝擊 所以這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統治的大的危機 我怎麼樣去 各位看 我已經不是中國的代表了 國際上不只聯合國多數國家不承認 連美國都不承認我是中國的代表了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怎麼樣繼續自己宣稱 我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 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認為是這樣 那你還要講 你要反共大陸收復核三 這個就是有點就是 就是夢意 像夢意一樣 那如果不代表中國 不是要回到中國 那你所建立起來那個體制 就失去理由了 因為本來的原因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代表中國 我要回大陸 所以我現在不能改 我要把中國的憲法帶回去 對不對 所以整個等於說 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出現巨大的危機 面臨一個新的時代 第二個問題說 在這樣的時候 正好也是面臨 蔣介石總統年紀已經很大 他80 歲了 他已經 他事實上已經好久沒有 就是很多事情 他已經交給蔣經國去處理 行政院副院長去處理 那他要準備要交班 他要接班了 就讓他兒子正式擔任國家元首 可是卻是面臨這種 巨大的外在危機的時刻 所以要怎麼辦呢 我怎麼樣要擺一個很神秘的 蔣經國 或是在民間社會的評價 當時都叫他太子 太豬雅 太子爺 老總統的更難聽了 民間台灣的鄉下 都叫他草桃啊 叫他光頭 為什麼會剃光頭呢 就是因為臭頭 所以還要民間 就說民間有民間的 對蔣經國的那個 印象其實是不好 那我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 很神秘的特務頭子 怎麼樣讓他順利掌握政治權利 這個等於是內外的危機同時出現 那當時的做法就是透過 所謂的廣開沿路 表現出開明改革的態度 所謂廣開沿路 那時候就是以大學雜誌 作為一個平台鋪陳 第二代的領導者接班 這大學雜誌本來就已經存在 那這個大學雜誌呢 好等一下再看 所以他是有一個切入點 那後來你看 從這樣子一個很神秘的 很少露臉的 然後變成我們台灣社會大眾 對蔣經國總統的印象 他最深的印象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形象 一個非常親切和藍的 親民愛民的蔣院長 這樣的形象 然後他穿著夾克 戴著帽子 那些很多政治人物 都還會用他的這樣的形象 來出現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轉型 那大學雜誌 所以他是一個 就是這種 我怎麼樣把這個情勢 讓他順利能夠完成 那個時候 第一個工作就是 讓民間對台灣的危機 有很多焦慮 讓他們有講話的機會 然後讓年輕人 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所以他就改組了一個大學雜誌 大學雜誌是本來就有的這樣的刊物 但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支持下 就是把他的編輯群 他的整個組成的領導 就是改組 大篇幅的改組 那由黨部 尤其是年輕的黨工來進駐 那這年輕的黨工 是許姓良 張俊鴻為主的 那許姓良是國民黨栽培的精英 他拿中央獎學金到英國去讀書 拿去見識 民主政治 或西方的政治是如何運作 所以他們是戰後接受教育的時代 而且是跟國際知識接軌的一代 那我怎麼樣把這個進步的知識 或是說這一套 我怎麼樣來 就是讓國民黨政府 用進步的語言 跟台灣社會來連結 所以他主要當時的 改組大學雜誌的作用 其實主要在這裡 那張俊鴻自己 後來他就寫了一個書 然後他反省 大學雜誌被改造重組的過程 他說那時候確實有大的言論空間 他說這是智者與權者的結合 誰是智者呢 我們是智者 我們這些要求改革的年輕人 我們是智者 那誰是權者呢 就是中央黨部 蔣經國 國家權力這邊 因為他需要這些年輕人幫他 奪取台灣社會對他的信任 重新獲得這種信任 所以他說這是智者與權者的結合 那被賦予了這種權力之後 他們就假戲真做了 好熟 跟自由中國很像 對不對 他們就有點重演了 自由中國的那樣的情況 所以他的很多的重要的政治議題 就在這個雜誌上去談 不只講對退出聯合國的問題 升高言論 最後要求國家要改革 那改革的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要國會全面改選 要跟本地深刻結合 要獲得在地人民的支持 哇 就挑戰到很核心的 就是統治權力很核心的問題 那最開始的時候就是保調 保調運動 那 這個也是跟美國在日本的佔領統治有關 1970年 然後美國要把二戰的時候佔領的 沖繩交還給日本 那就是說兩年後要交還 那在這個沖繩島還附帶 就是他周邊的島嶼包括釣魚台 包括釣魚台 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反對 沒有回應 中華民國政府是跟著美國 一步一驅 他是幾乎是完全跟著美國的步調走的 但是呢 尤其台灣留學生在美國 在美國的讀書的留學生 強烈抗議 釣魚台 釣魚台並不是沖繩的一部分 釣魚台是跟台灣是一起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 怎麼可以這樣四鄉授受呢 把我們的領土就交給了日本 所以就發起了保調運動 就反對美日四鄉授受 然後大學雜誌開始 各位看到 老師沒有解那個 就是有關保調的問題 然後台灣的大學校園 一開始就對這個問題 就是有比較激烈的反應 最開始的反應在我們學校 事實上是喬生最早開始反應的 然後變成全校的運動 變成台北市幾個學校的運動 但是各位看 就是學生運動很激烈 基本上整個釣魚台轉移的過程裡面 中華民國政府並沒有表示反對 再來就進入 從保調運動開始 再來就變成退出聯合國的問題 好像台灣所面臨的外在處境 是越來越艱辛了 所以學生的關切情緒越來越高昂 就變成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的態勢出來 這就是我們跟同學講的 之前我們也看過 在台灣大學 我們那個洞洞館垂下來的這種標語 那很激動的學生 他們要出去遊行 把位釣魚胎 當時是戒嚴實習不准遊行 後來教官說 那你們不然在野林大道遊行 就在學校裡面 就是給他一個空間 那又退出聯合國 所以學生關心國事 這個門打開了之後 就關不上來了 那這些學生團體 他們就用 上次我們講說有四個團體 那個法學 法研 法學會 還有醫學系 大學新聞 大學論壇 大概是這幾個團體 他們在學校裡面就辦 開始辦那個 就是國事論壇這樣的會議 那你看 最後就是升高到 你怎麼樣因應這個局勢的改變 怎麼樣加強統治正當性 就是國會要全面改選 國會全面改選 那國會全面改選 其實就觸及最核心的問題 如果國會全面改選 都在台灣改選了 那中華民國政府 還能宣稱他代表中國嗎 他就面臨這樣的問題 所以當局是很不希望 就是說當時的開放 是有階段性的任務的 那你現在已經上升到非常高的地方 所以就出手干預了 大概到1972年的4月 就是中央日報上連載了一篇文章 叫小市民的心聲 那這個小市民的心聲 後來就是黨部 後來就是中央日報 把它出版成一本專書 小市民的心聲主要就講 就是說這個小市民說 就看到台灣中華民國 好像在重複在中國大陸上的危機出現了 學生關心政治 學潮要起來了 然後學潮後來就跟著共產黨走 然後就把國家搞垮了 對不對 小市民的心聲就是講這個 學潮 所以他呼籲安定最重要 就是不應該要有學生運動 學生要好好讀書 當局就把這樣子的言論 事實上就是當局的態度 當局的態度就出來 那這一年的五月 蔣經國順利 他就是變成行政院院長 本來是行政院副院長 他就變成行政院院長 那總統是誰 總統是誰 還是老總統 還是老總統 所以就是 爸爸當總統 兒子當行政院長 這樣 但是呢 那個權力 尤其是 老總統過世之後 那這行政院長就變成實權的行政院長 繼任的副總統就是嚴家幹 那嚴家幹呢 事實上就是 他很知道他的過渡性的角色 所以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 有兩套憲法提示 照中華民國憲法 他是內閣制 可是照臨時條款 他是總統制 那在蔣經時幫總統的時候 臨時條款 可是呢 在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又請下內閣制 他就有這樣子的 就是說權力 兩種行使權力的方式 那蔣經國順利接班 他沒有當總統 為什麼順利接班呢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那他是 就是私權的行政院院長 那大家看 就是說 大學雜誌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 已經讓權力接班順利完成 所以大學雜誌接著 他後來就是 大學雜誌就垮掉了 他的內部分裂 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大學雜誌怎麼都在講政治 講當代的政治 這麼政治化 他們希望比較學術性 所以就離開另外辦一個 學術性雜誌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 就變收編進入政府的黨政部門 擔任黨的 比如說 後來關中擔任組織工作會的主委 專門負責選舉工作 孫政 是我們學校經濟系的教授 後來擔任台大校長 後來還擔任國防部長 施啟陽 他是從德國會來的博士 他是後來擔任法務部長 李宗貴 他是救國團的主任 所以他就是都是黨團 政治 政府的要主 有一部分的人 就變收編進入政府體制 後來這個雜誌就結束 就結束營業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名大放的時間裡面 很多人大名大放 上次我們講過 對不對 台大哲學系的教授 尤其 跟台大哲學系的學生 台大的學生 學生運動 投入非常積極 哲學系有很多教授 就支持學生運動 所以1973到1974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有一點清理校園裡面的 當局認為是危險的聲音 1973年 台大哲學系研究所停招一年 在那兩年裡面 有十幾位老師陸續被解聘 當時的系主任 認為共產黨 第五重隊 控制了台大哲學系 所以要清理內部 清理內部這些人 我們哲學系事件 我們之前講過 對不對 一方面是 大學雜誌所引起 學生運動的一個清理 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有內部人事鬥爭的問題 就是跟孫志森 當時的系主任 關係非常深 這是哲學系 1975年 蔣介石總統過世了 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都說蔣介石 可是我們課本裡面明明寫的都是蔣中正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兒子才好玩 他問我說蔣介石跟蔣中正是什麼關係 兩個人到底是什麼關係 兩個人是同一個人 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或是在國外 因為他的政治活動非常早 1920年代就開始 然後國際社會對他的報導都是用蔣介石 什麼時候開始說他是蔣中正 他說他的名字叫蔣中正 其實只有對國內 只有對國內 那這個蔣中正 事實上會跟孫中山 就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他是有那種正統的 正統傳承的那樣的意味 所以他就是叫蔣中正 對國內的政治宣傳的意味 所以我們叫他蔣中正 你講外面蔣中正 誰知道誰是蔣中正 國外的書籍、報刊都是蔣介石 所以我覺得就叫蔣介石就好 這就是國際視野 當然就是蔣中正 那是我們國內特別這樣說 1975年他過世了 那這就是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就是蔣經國最國家最高領導人 這樣時代的來臨 這個時間1975年 老師念國中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你知道老師有多老了 國中一年級 哇不得了 那老總統過世了 那我們那天學校本來要辦園遊會 突然說老總統過世 園遊會不辦了 然後呢 過兩天呢 幾天我們所有的學生被動員出來 這是當時報紙的報導 哭聲震天哀痛欲絕 這樣子的那個 全版的 而且呢所有的報紙變黑白的 變黑白的 那我們就這樣 學生就被動員出來 就是他呢 就是要把靈舊送到國父紀念館 那時候就是要給民眾叫做沾養遺容 經過的這個靈舊經過的路邊 所有的就是都要出來擺香案 那等於靈車過去的時候 就要跪下來 那老師也在那個裡面 當時在念那個 我們跪在仁愛路上 跪在仁愛路上 那跪著呢 頭不能抬起來 老實說頭不能抬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是像皇帝一樣的 就是你不能直接 那個犯言 好 好 你看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跪在路邊 所有的 那所有的就是黑鯊 就是開始 學生就帶黑鯊 那我們學生被動員 就是排隊去沾養遺容 所以哇 我們一找就去排了 排隊排排排 排好長好長好長的隊伍 因為是動員的嘛 所以公教人員 學生啊 從國中一直到高中 到大學都動員 我們一直到八點鐘開始排 排到傍晚六點鐘 終於進到這裡 終於進到那個 這個地方 總統在這裡 然後我們大概在這邊看 這邊看過去 下面好多人 好多那個 就是應該就是老兵 老榮民 爬在那邊哭啊 哭喊很大聲 老總統啊 你怎麼先走了啊 你不是要帶我們回大陸的嗎 哭啊 然後我跟我的同學 我們就走過去 然後要跟總統行李 然後走出去 我的同學都在哭 那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哭啊 我怎麼都哭不出來 他就很焦慮 說我怎麼這麼不愛國 就是那時候那個 焦慮感 就是整個那個氣氛 就讓你說 這就是天崩地裂啊 這樣子的 那這 直上我覺得那種種在上面 我覺得好恐怖喔 那時候他還這樣 哭不出來 好 接下來就是整個 就是台灣的造神運動的巔峰啊 其實老總統過世的時候 那我們開始學唱這個歌 總統蔣公紀念歌 我不要唱喔 我唸給你聽 總統蔣公 您是人類的救星 您是世界的偉人 總統蔣公 您是自由的燈塔 您是民主的長城 最後是蔣公蔣公 你不休的精神 永遠領導我們 反攻畢生 監國畢成 反攻畢生 監國畢成 監國畢成 造神 總統是所有的 人類的救星 就是這樣子 然後紀念日 原本老總統過世4月5號 那時候清明節是農曆 所以他是浮動的 有時候4月3號 也不是4月5號 但是呢 為了讓大家記得這一天 所以以後清明節就規定是4月5號 清明節就變成固定了 就他跟紀念日連在一起 我們現在看到的紀念館 就是這時候起來的 那就是把蔣介石的偉人化 到達一個最高的頂點 而這樣子的工作的推進 是誰做的呢 蔣建國 就是兒子把父親偉人化 那兒子把父親偉人化 有什麼好處呢 蔣介石是正當性 蔣介石是正當性 那我是偉人的兒子 那時候我們要念什麼呢 我們要念好多 蔣經國寫懷念父親的東西 高中 或是大專學生上陳國嶺集訓 要念這個 寫心得 這是一種偉人聖人的傳承 叫做首腹靈儀樂記 就是念他的首腹靈 然後他對父親的感懷 然後他決定要孝馬父親 當起重責大任 建國復國大業之類的 像這樣子 那後來又有一本 就總共好多本 梅台詩親 楓木孝詩 那一年就會有一本 大概連著幾年 大概用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是委員的傳承 我把這樣的偉大的事業 有一個復辭指孝 那是孝順的兒子 把這樣子艱鉅的任務給擔下來了 就是用這樣子的 那 他現在是行政院長 所以他的形象跟蔣總統 那老總統很大的 那個形象上的差距 老總統就是一個軍人 所以他出來的時候 他好像著軍裝 但是蔣院長不一樣 蔣院長就是 就是我們不得不說 應該也是 他的人格特質裡面 他就是具備這樣 跟人群互動的能力的 因為各位你要知道 他去過 他是去蘇聯 去讀過書的 那他是無產階級的 這樣的國家訓練出來的 所以他對底層大眾的那種 親近的能力 我想是具有的 那他就很 就是接掌權力之後 非常難夠 就這樣子的角色 他完全沒有違和感 他不勉強的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哇整個媒體上 就是大量的出現 蔣經國的新聞大量的出現 蔣院長 然後他跟一般民眾親切互動 他在小蛋子吃那個扁食啊 去市場啊 想要抱這個小孩子啊 像這些的照片 就變成非常經典 然後講院長民間的十個友人 報紙上就是做系列性的報導 那我們現在來看 那這個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那個政治形象塑造 那為什麼能夠成功呢 就我們現在有沒有辦法複製這個方式 塑造這種 就是一個新的政治人物的形象 現在很困難 因為你的媒體 有各種媒體 然後有各種不一樣的人 都可以影響媒體 對不對 可是當時的媒體是 黨政軍的媒體 是官方控制的媒體 所以他是有一個中央 就是有一個中央 那個就是中央廚房 就是他新聞從這裡出來 然後十個友人 那稿子幾乎都一樣 各報報的都類似 影片在三台出現也都類似 所以那個是鋪天蓋地的一個政治宣傳 非常成功的 這個蔣院長的形象塑造 那蔣院長掌握權力之後 他也很積極樹立新的政治秩序 第一個就是政治革新 打擊貪污 打擊貪腐 聽起來很熟悉 中國對岸政治人物上台 那個大權在握 他也是這樣 他的做法就是這樣 所以當時就是打擊貪污 抓了一些貪官 然後呢 行政院就頒布了 公務人員十大革新方案 或是種種的就是 講聯承攤的辦法 還有公務人員不可以接受招待 等等這些東西 甚至他要求公務人員吃飯 也不可以浪費 就是你們公務人員的那個宴席 要吃飯只能有五道菜 所以叫做梅花禪 就是用這樣子的 就是他的樹立他的清廉政治的形象 那當然這也是很成功的一次的書長 但是對台灣民間來說 比較重要的是他真正的政治作為 他的政治改革 好 剛剛我們講說 他遇到強大的統治正當性危機 對不對 那我怎麼樣讓 事實上 所以蔣經國的他的政治路線 不再強烈的講反攻大陸了 他就不再講反攻大陸 他講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三民主義到底要怎麼統一中國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他開始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然後他講革新寶台 台灣就是基地 自由寶島就是基地 我們把台灣做好 那他就開始加強跟台灣本地的連結 爭取本地人民能夠支持這個政府 因為這個政府已經在國際上沒有辦法 宣稱他代表中國了 所以他要強化跟台灣的連結 那很重要的政治工作上 就是第一個就是他的本土化政策 他的內閣裡面 行政院內閣裡面 就用了比較多位的 就是台籍精英 然後他同時也是黨主席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所以那個是說是黨國體制 就真正權力在黨主席 透過他的政治權力去行使 所以他的黨務機構也開始 用一些台籍青年 那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會說 那個叫做崔台青本土化政策 讓台灣民眾覺得蔣經國不一樣 蔣經國跟他父親全然不同 老蔣就是個軍頭 可是小蔣不一樣 小蔣很親民愛民 而且他要聆聽台灣人的聲音 他要讓台灣人分享權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政治強化 統治正當性的做法 然後蔣經國的時期 以前不是講說國會不能改選嗎 他是法統嗎 對不對 好 那到了1972年 他當行政院長之後 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 可以選了 可以改選 可以改選 就本來那一些 已經年紀越來越大 立法院大概剩三百多人 那還會逐漸凋零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講 自由地區可以改選 就在台灣 中華民國 台風金馬 可以改選 他所謂的自由地區 還包括五大洲 就是僑民 僑民 僑民 上次我跟同學講過 他不是真的選 其實是國民黨的 用零選的方式 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有一百名 就是增額選舉要選一百名 假設要選一百名 我真正讓你們 用選舉 在選區 投票產生的 大概 佔三分之一 但是我另外兩種 有一種是僑選 另外一種叫團體代表 團體代表 團體代表 團體代表也是黨提名的為主 那是黨的組織工作會 跟社工會 由他們來負責 譬如說婦女團體 教育團體 農民團體 工人團體 他有好多種團體 他都佔了 其實他佔了相當多的名額 也就是說 即使讓你增額選舉 地區選出來的 全部都不是國民黨籍等 他在國會還是掌握絕大多數 但是這種選舉的開始 就是中央民意代表機關 開始可以選舉 台灣本地經營 開始可以透過參選 我不只代表台北市 台北縣 我代表全國進入中央權力機關 這個意義就非常重大 也就是說 台灣 全台性的政治人物 開始出現 就是政治領導 政治領導人 本地的政治領導人的產生 然後他開始有能力跟中央政府 牽制甚至到對抗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我們等一下來看 黨外運動的崛起也跟這個有關 跟這個機會有關 我們先休息一下 剛剛講到說 統治正當性強化的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吸納收編台灣人進入政治體制裡面 包括內閣還有中央民意機關 各位跟過去來做比較 我們以前跟大家談過二重精英體制 我們說中央的政治精英跟地方的政治精英 是不流通的 然後中央以外省人為主 地方以本省人為主 那這樣的局面 大概從1972年開始有一些流通了 也就是說原本像銅牆鐵壁一樣 而台灣人極度不滿的二重精英體制 就是在這時候開始被鬆動了 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 不是一下就崩潰 不是 但是開始鬆動 台灣人開始有進入中央體制的機會 那這種機會的出現 讓就是 以全島為範圍的本地精英的行程 就出現給他們很大的鼓舞的力量 大概從1969 事實上在這個之前 1972年征和地方選舉之前 1969曾經有一個很小規模的叫曾卜選 曾卜選 譬如說台北 譬如說台灣省的立法委員 那也是過世了 幾位都過世了 那名額代表的人很少 所以台北市 就是叫做補選 補選一個憎而立委 幾級的憎而立委 當時黃信介就補上去了 補上去的這個憎而立法 補選的立法委員 是不用再改選的 他也是萬年國會的議員 所以各位要知道 黃信介是萬年立法委員 他詢上去就是萬年立法委員 那真正三年要改選一次 三年要改選一次 是1972年開始 就是憎而選舉 那憎而選舉這一次 就是有一位 就是康寧祥的當選 引起很大的矚目 康寧祥是佳兒戰的工人 他是佳兒戰的工人 那我記得他好像是大學業校畢業的吧 他先競選當選了台北市議員 一任議員還沒有當完 他就選立法委員 竟然選上了 所以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那大概從這個時候開始 也就是說 我們在立法院開始有幾個 就是憎而的立法委員 就是心血進南 那他們開始做一種 權導性的串聯 也就是說1972 73年以後的選舉 他們開始喊自己是黨外人士 我們組織黨外助選團 每次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到各地做巡迴的助選 也就是說把反對力量組織化的 這樣子的方式 各位您覺得說這也不奇怪 我們前面講自由中國的時候不就有嗎 有點類似那個地方選舉座談會 他們也是到處去演講 但是他們不是到處去助選 他們是檢討選舉制度的時候 要組黨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這種全島的演講活動 但是黨外人士 這黨外人士開始把反對運動做組織式的經營 組織式的經營 每次選舉我們就有一個 其實是一種類政黨 類政黨 我用組織形態打選戰 那就是以黃信介跟康寧祥為核心 第二波 也就是28事件之後 我們講說第一波的集體性的政治行動 是1960年的主黨運動 第二波的政治行動 大概從這時候開始 大概從1973年 黨外聯合助選團開始 開始的時候人很少 越來越壯大 那沒有幾年 事實上他已經變成聲勢好大了 那這是第二波的民主運動 戰後第二波的民主運動 參與的人跟自由中國 主黨那個世代的人不一樣了 這一波的人是戰後出身的 或是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 他不是直接面對 像我們說李萬居那些人 他們是跨日制到戰後的 那他們見識的祖國的來到228事件 白色恐怖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的就是政治上 年輕世代比他們沒有負擔 他們沒有見識過這些恐懼 所以不知道害怕 因為我們沒有恐怖的經驗 所有的運動都是這樣 年輕人 就是所有的運動要靠年輕人 為什麼 年輕人 不知道害怕 而且他不怕犧牲 那你所有的事情 惹到年輕人要取來搞運動 你就完蛋了 就是他要跟你沒完沒了 那世上是 這是戰後的新世代 所以第二波的政治運動 是年輕人為主的運動 那他們跟你以前 還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們是戰後受教育的 所以他是有 就是基本上是都 受到大學以上的教育 有的甚至還有國外留學的經驗 所以他的表達能力 思考能力 事實上比早先 那可能都更完整 那如果他還去外國學了一些 譬如說民主政治運作的方式 見識過 那他知道 他就會把這樣的東西拿來 在黨在台灣 進行政治競爭的時候 怎麼樣組織 怎麼樣論述 怎麼樣運動 像許信良 很顯然 就是他在這方面的能力 是非常突出 那還有呢 這一波的運動 背後有一個強大的支持的力量 是戰後隨著經濟穩定發展 而來的中產階級的行程 台灣不在 大家都很窮 很窮的時候 你努力賺錢 餵飽肚子都不容易了 對不對 可是到了70年代 台灣經濟發展 已經有一定的程度了 那我們社會 累積了一些 財富能力不錯的人 那他們的世界觀 他們有機會去做國際性的生意 甚至他有機會到國外去看 那他也會希望 就算是台灣的經濟競爭 也不要是國家嚴密控制的 也可以有自由市場的出現 我們需要改變這個社會 政治上如果也有自由的聲音 他們也很願意支持 所以第二波的政治運動 是黨外運動 為什麼可以源源不絕 力量越來越強大 就是他的經濟基礎 很多人願意捐錢給錢 但是我不要站到第一線 我不要露臉 但是我可以給挹注 所以這個運動 之所以會形成強大的力量 他有種種的條件 那在這個時候都形成了 那他們開始 除了我們講說巡迴助選團 那不選舉的時候 他們就辦雜誌 辦黨外雜誌 1975年台灣政論 大概是第一本黨外雜誌 當時的就是結合了 重要的當時的黨外政治人物辦的雜誌 社長就是康寧翔 然後他去找錢 張俊宏 那不是本來大學雜誌的重要的編輯嗎 因為他要求改革 後來他想參選 後來就是被 等於是脫離了國民黨 國民黨認為這個人是叛黨 後來他就跟黨外人士 就是說跟黨外人士結合 還有一些年輕的 當時的法律部門是姚家文 甚至年輕的律師 當時的新一波的精英雜誌 各位注意 這就是黨外運動 運作的很重要的方式 一個就是 不選舉的時候 我透過雜誌去宣揚理念 那選舉的時候 我就是全島性的動員 串連動員 用全島性主日式的助選 各位要看 我們這個圖之前出現過 就是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地方選舉我們知道 1950年就開始了 三年或四年一次 本來前面三年 後來變四年一次 但是1972年 增加了中央民意代表的增兒選舉 也就是中央的選舉 跟地方的選舉 就變得非常密集的在進行 大家看 1972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1973地方選舉 1975又中央 1977就幾乎都在選 大概隔一年兩年 就幾乎都在選舉 讓這些黨外人士的政治動員 就能夠產生連續性 然後經營的成果 能夠產生連續性 然後不選舉的時候 我辦雜誌 去對民眾宣揚 我們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 所以就兩個非常重要的 運作方式 一個就是雜誌作為宣傳 選舉作為政治動員 所以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為什麼很重要 如果我們在戰後政治發展來看 1972年的這次選舉 跟後來的政治發展關係 其實非常密切 1975年 72年選中央民意代表 75年三年又選一次 第二屆增兒民代 郭雨昕 郭雨昕是 本來是審議員 各位知道 我們說他是五龍一鳳的成員 這時候 因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選舉 所以他就從地方 他要參選全國性的立法委員 年紀已經很大了 事實上他是屬於老四代了 他參加過主黨運動 對不對 他就說這是他的最後一戰 老計福利 志在千里 郭雨昕的最後一戰 郭雨昕的最後一戰 吸引了非常多年輕的大學生 去投入 去協助 以前媒體都對老四代的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就是他們的水準不高啊 就是那樣的形象 但是呢 這些年輕學生 他們就是有意的 要打破那種 人們對黨外人士的印象 大學生跟郭雨昕的合照 這些人現在 大概都七十歲 六十五歲到七十歲左右了 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裡面這是現在歷史系的周恩陽老師 歷史系的老師 這位是外文系的黃玉秀老師 他好像是全年退休了 所以他們就是年紀大了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檢察長 現在還在職位上 擔任過經監會主委的 擔任我們現在的好像 考試院考選部長等等 像這些人 當時他們 我們要來協助黨外運動 而且我們要改變 讓民間認識黨外人士 是努力在爭取台灣民主的人 他們就故意穿著學校的制服 你知道以前大學生有制服嗎 有卡其色的大學生的外套 上面會寫台灣大學某某某這樣 所以很多人考上台灣大學 很喜歡穿著大學服 抱著兩本書 他們就故意穿著大學服 到菜市場去發傳單 就是改變那個 人們對黨外人士的印象 不過那時候去發傳單 事實上都還是很危險 就是會有警察 就是會 警察要沒收他們的傳單等等 像這個都是 這位先生叫做 叫什麼名字 民進黨的秘書長 邱毅然 邱毅然各位知道嗎 邱毅然現在已經是 本來是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 就是黨外運動 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智囊 擔任黨的秘書長 總統府的秘書長 行政院秘書長 所有的秘書長都當過 邱毅然 他是哲學系 他是台大政治系研究所的 他是政治系研究總學生 做這些大學生之間的 串連工作的就是 陳菊 陳菊 陳菊那時候在四星 四星讀書 他同時在打工 他在正大國關 正大的圖書館打工 他就是常常透過圖書館借出的機會 然後給年輕人看黨外雜誌 介紹他們黨外雜誌 然後引見年輕人來跟打運動 就是連結起來 所以陳菊在1970年代 陳菊現在是我們監察院院長 現在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陳菊他變成是舊的世代 跟新世代的橋樑 也就是說把阻擋運動的那一群老人 他們的政治經驗跟年輕一輩 怎麼樣讓有更多心血加入 然後連結起來的 很重要的人就是陳菊 陳菊其實是在黨外運動裡面 最早被逮捕的 他在1978年的6月就被捕了 也就是說美島事件還沒發生之前 他就被逮捕了 那被逮捕 但是他就是後來當局把他放了 你很難講他有什麼具體的罪證 他也不過是他會把一些資料傳給郭語心 郭語心後來出國去等等 那就有新的就是年輕心血進入了黨外運動 除了大學生之外還有很多年輕的律師 也不能說很多有幾位年輕的律師 尤其是李毅雄、姚家文 這個是當時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那時候律師很難考 當時的律師一年考試的錄取名額 大概都是各位數的 但是後門動開 就是當律師很多都是從軍法官轉過來的 所以保障某一些特定的人 正規受法律教育而進入能夠擔任律師的人 非常少 姚家文他們是極少數 就是當時很困難的考試及格率的情況下 現在他們就當律師 他們幫郭語心的選舉 郭語心的選舉 1975年的選舉就是遇到座票的問題 所以他在蘭陽 蘭陽是他的根據地 開出數萬票的廢票 都廢票 那就是座廟的痕跡很明顯 群眾幾乎想要去抗議 被郭語心阻止 後來是打選舉官司 各位想打選舉官司會贏嗎 但是兩位年輕的律師幫他打選舉官司 他也知道選舉官司一定輸的 但是輸了以後 他們把所有的選舉官司過程 選戰官司郭語心 把這樣子的文件 就是當局怎樣 非法 怎樣 無視法律的作為 他把他集了一本書 叫做虎落平陽 虎落平陽 是不是有什麼 暗語嗎 大概就是 這些都會變成 他們會來幫忙的一些選舉官司 雲林 也有打外人士落選 那也是座票的問題 幫他們打官司 把這種資料集結出 這個書叫《古坑夜談》 就是奇奇怪怪搞怪的事情出來 叫《古坑夜談》 這些書現在都變成 我們要了解當時的民主運動 非常重要的史料 好 那七七年又要選了 這一次是地方選舉 五項公職選舉 五項公職選舉 那五項公職選舉 郭語心是落選了 但是幫郭語心打官司的律師出來選 等於說交棒 交棒 這戰力更強啊 這些律師出來戰力更強 然後他們就用我們剛講 就是康寧祥跟黃信介 就是全台巡迴助選 這就是來到宜蘭 幫李義雄律師 他參選審議員幫他站台 李義雄果然高標黨選 所以當時大概是這種 就是他們的運作方式 我怎麼樣從怎麼樣擴張 然後去吸引那個年輕的知識分子 來加入 年輕知識分子願意站到第一線去成選 那李義雄在審議會的火力非常強 讓當時的政府部門對他 實在是很很就是很討厭他 很討厭他 那有人就講說 後來林宅選案為什麼是找他家下手 就是他在整個反對運動 在問政過程裡面的尖銳 直指要害讓當局痛恨 有人就講說因為 恐怕是因為這樣子 那這他們的選舉方式 各位看 在雲林地方 上次我們講說蘇東起 蘇東起因為參與主黨運動 後來被捕有沒有 1963年被捕 那判刑 那關了十年之後出獄 可是他是因為是政治案件 所以他失去參選資格 就是被辭奪公權 就判刑多少年 然後辭奪公權 所以他不能參選 那他就推出他太太來選 所以這但也是當時 黨外運動的運作方式 就是我參與政治運動 然後我被捕判刑 我失去參政權之後 通常就太太或是律師或是助理出來選 就是用這樣的接班的方式 那他在獄中認識的施明德 施明德當時就是 他有另外 他是軍校學生台獨案被捕 他是陸軍官校的那個 叫什麼班 就是他在軍中高手之人 所以他出獄之後 他就幫蘇東起 他們的選舉方式 各位看一下 蘇東起穿著他的球衣 599號球衣 穿著他的球衣 雲林相信都知道他為什麼被捕 他參與的運動 就是他參與的那個阻擋的運動 他在地方的經營 他事實上參選過雲林縣長 但是沒有當選 所以地方人士認識他 對他的被捕 當局就是當地的人知道 那是政治案件 他穿著球衣出來 這就是他的選舉方式 所到之處 大家就給他放鞭炮 然後老太太 就是握手 感謝他這樣子 然後他的小孩 就是幫忙參選 助選的方式 就是穿這個背心 我爸爸有罪嗎 結果到底是誰在參選 事實上是他在參選 但是事實上等於是支持蘇東喜 所以蘇宏月娇 當時在這個選區最高票當選 1977年的這次選舉 是台灣選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 也就是說黨外的聯合助選方式 更組織化了 而且當選的席次大幅超越以前 他們有好幾席地方的縣市長當選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桃園縣長 桃園縣長 桃園縣長 這是許姓良 他現在這個時候的身份是審議員 審議員 他想挑他還是國民黨籍的審議員 他是國民黨提名的審議員 但是他跟國民黨就漸行漸遠了 認為國民黨的一些方向他不太能支持 他就自己跳出來參選桃園縣長 黨反對 你看他要選縣長出了一本書 叫當仁不讓 然後他就寫他的名片 他出了一些書 他出了選舉書籍 黨外人士的選舉活動 越來越學習西方的那種競選方式 我怎麼樣用文宣怎麼樣積極的論述 他是國民黨出身的人 所以他知道國民黨怎麼選舉 所以他在桃園縣長選舉的時候 他很著重的一點就是一定會做票 對不對 他身勢很高 他有機會當選 但是他知道一定會做票 所以怎麼辦呢 他的重點就是告訴民眾 只有共產黨才會做票 如果選舉當天有做票的話 大家要一起來抓共產黨 他就這樣子 他的教育民眾 教育民眾的方式 所以要抓共產黨 發現做票 立刻檢舉要抓共產黨 果然選舉那邊就出事情了 就是在中立的一個投票所 有人在投票的時候 監票員就是指點選務人員 指點了一位老夫妻怎麼投票 那黨外人士就有監票的人 他們在上下其手 所以就把這個人抓了 把他送到警察局 送到警察局去之後 沒多久這個人又回來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 哇這個真的是在做票 那後來就是群眾聚集鼓噪 就越來越嚴重 後來包圍中立警察局 所以我們把人抓到警察局 你們還又把人放出來 所以他送到警察局 那當天就是變成一個暴動 那這是228事件之後第一次的暴動 那當時事實上出動了軍警 有一些回憶 當時就是在當時看的人回憶 就說事實上軍警有開槍 有兩個年輕人在這個鎮壓裡面死亡 那但是我們後來都 在報導裡面都沒有出現 就是推翻警車、掃警車 那桃園中立的情勢已經無法控制 所以後來呢 事實上還沒有開票完成 就宣布徐靖良當選 他當選的票數最後開出來 贏他的對手很大的距離 贏了蠻大的距離 那中立事件 讓黨外人士受到非常大的鼓勵 你看1975 郭語心的選舉因為座票落選 群眾幾乎要爆發 被郭語心安撫了 那這一次群眾自己出來了 那當局就是默默承認你當選 所以對當時的那個運動 他們受到很大的鼓勵 我們先來看 那事件發生之後 報紙都沒有報導 一個禮拜之後才報導 一個禮拜之後你的聯合報寫了 他說這是玄霧糾紛引起騷擾 中立事件讓民主蒙羞 這是當時的 我們剛講說的兩個年輕人 在鎮壓的過程中死亡 中立事件之後 我們政府的鎮暴部隊 就開始更充實了 又發現這個競爭裡面 當局要有這種準備 群眾運動已經出現 所以那個鎮暴的方式 鎮暴部隊的訓練等等 這時候就越來越完備 許姓良和歐姓瑜選票的差距 那報紙裡面我們看不到真相 可是黨外人是自己 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原來選舉你跟他選 你很難贏 因為他有各種方式 各種方式 我們一直在講說 坐票、配票、買票對不對 那你選不贏他 可是他們現在發現 那個密碼了 選舉的密碼 原來選舉活動加上群眾運動 我如果可以結合或是動員群眾 那透過選舉 我們就可以讓黨局讓步 就是公平的選舉 就可能會出現 所以這次選舉選完之後 他們就出了一本書 叫選舉萬歲 選舉就會贏 那這個東西在國內就禁數 可是他就是偷渡到 像陳菊就用一些他的秘密管道 就流到美國去 流到日本去 還翻譯成日文的 就是外國在觀察台灣的選舉的變化 那就是康寧祥 和當時那些年輕人 這個1970年代黨外運動很重要的一個特徵 我們要注意 當時是統獨不分家的 黨外運動裡面有一些人主張獨立 但是不敢公開說 有一些人他公開講的 他是主張統一的 就是統獨的勢力 統獨不分家 黨外裡面有一些統派 就是國家主張 我們應該這樣看 就是當時他們共同的目標 就是挑戰國民黨 這個威權獨裁政府 追求民主政治 這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所以在這個共同的目標之下 是可以合作的 那台灣的統獨問題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是台灣解嚴了 1990年代 就是我們的民主正式開始 踏出第一步了 那在下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就是統獨的問題 來到1990年就台面化 黨外裡面的統派是哪些人 雷正 費西平 這當然都是有中國情懷 費西平是一個萬年國會的立法委員 但是他是等於是當時國民黨內的改革派 跟我們前面講的歧視英 是類似的 一直到民進黨主黨他都參與了 那雷正沒有參加主黨 所以他過世 那有一些外省級青年 外省級青年 像林正傑 政大公刑所的碩士 政大公刑所的碩士 那他就是那個 陳菊引介來 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年輕人 像這樣子的人 有一些外省級青年 參加的黨外運動 但是他們的立場上 事實上他們是主張 就是中國派的 那本土人士裡面 其實也有統派的人 像那個徐姓良 余登發 基本上他們會是比較主張統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 是統獨不分家 民進黨變成台獨黨 是比較後來的事情 他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 中期以後 應該這樣說 民進黨在加速發展的過程中 他們主張台獨 但是呢 等到快要取得政權的時候 他們又不主張台獨 他們就又有現實考量了 所以就是模糊了 黨綱上面又把它模糊掉 那時候黨外運動 有一些人 我們剛剛講說 左統派 有一些黨外雜誌 他很明顯就是比較是 左統的色彩 什麼叫左統 社會主義傾向的 然後是比較主張統一的 那時候有一個比較有名的 社會主義傾向的 坎武叫做夏朝 他基本上就是支持社會主義 然後他們報導的關心的 台灣的問題 也都比較多是底層大眾的 比如說工人 漁民 農人的問題 那是他們比較關心的 那這是台灣的政治運作裡面 比較 比如說台灣最早 開始去關心底層問題 在70年代 70年代的運動裡面 有社會主義路線的 這個黨外人士 很重要的人就是蘇慶黎 蘇慶黎就是夏朝的總編輯 蘇慶黎的爸爸是日治時期的台共 228 就是他爸爸是台灣共產黨 1928年不是組織台灣共產黨嗎 爸爸叫做蘇欣 爸爸是台灣共產黨的 那他為什麼叫做慶黎呢 他是1945年出生的 爸爸給他全名字 慶祝黎明到來 走國光復慶祝黎明到來 不過沒想到發生228事件 所以他父親後來就逃亡到中國去 所以他出生之後 他幾乎就很小就沒有辦法見到他爸爸了 爸爸還來中國 蘇慶黎 是台灣日治到戰後的左派代表型的人物 從父親一直到小孩 那汪麗霞 汪麗霞在淡江大學那邊 就是淡江大學的學生 他那邊很有影響力 陳映禎是一個小說家 我不知道現在還能看陳映禎的小說 在我們那個時代很喜歡陳映禎的小說 因為他都關懷底層大眾 然後他是批判美國帝國主義 他的小說很好看 什麼夜行列車三路 是在講那個戰後白孔被抓的人 那等等的 就是很好看 左派的運動者 在70年代的黨外運動裡面 事實上很活躍 好 那1978年5月 1975年老總統過世 那總統就變成是嚴加幹 可是1978年 那就新任 國民大會選舉新任總統 那這次的總統就是蔣經國了 所以蔣總統就不再是行政院長 他就變成國家元首了 可是蔣經國當選國家元首 之後他面對的是非常嚴酷的局面 就不只是退出聯合國了 連美國都要跟台灣斷交了 就非常嚴酷的局面 那他呢上台之後的這一年年底 就要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了 黨外在1977年的中立事件 已經有長足的進步 他們當選好多席審議員 他們甚至有幾個縣市的縣市長 都拿下來了 所以黨外人士認為說 這次77年選完 700年又要選 那這次就是要長期植入 對不對 一定要好好的打一場勝仗 所以他們氣勢正高 所以蔣經國面對這樣的局勢 那選舉的12月選舉 他們 美國就宣布要在1979年1月1號跟中國建交 美中關係正常化 要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這個蔣經國總統是內外煎熬 反對勢力聲勢越來越浩大 還有他的外交困境越來越明顯 他就把外交困境拿來壓制內附的競爭 他就宣布說 因為美國跟我們斷交 所以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不選了 問同學 總統為什麼這時候可以宣布停止選舉 他用什麼權力 他有權力這樣做 動議員勘案實習臨時條款裡面 有給總統授權 就是說憲法裡面有規定 國家緊急狀態 可以就是緊急權 可以宣布緊急權 進入緊急狀態 但是憲法的緊急狀態 我記得在43條 43條的規範非常嚴格 要怎樣 國家遭遇財經上天災或是瘟疫 或是財經上的重大變故 國家可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但是動員勘案實習臨時條款 給了一個空白授權 總統可以因為國家發生緊急為難 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所以你看那個臨時條款的權力有多大 所以賈英國總統不是用憲法的緊急權 他是用臨時條款給他的緊急權 他就宣布 選舉斷交竟然也可以變成緊急狀態 所以他就不選了 然後不只不選 而且他開始抓人 12月宣布終止選舉 1月22號吧 就開始抓人了 開始抓人了 因為當時黨外運動裡面 北部的重要領導者是黃信健 南部的重要領導者是余登發 余登發當時 我記得他好像有一個動作 就是說因為不選了 他有意來召集全島的黨外人士開會 當局就把他逮捕了 又把他逮捕 不只抓他 抓他兒子 就是把兩個人都抓了 兩個都抓 那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看一下照片 1978年就是出任 金國先生出任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是選舉時候的盛況 台灣的選舉 黨外在選舉期間的演講 都吸引了密密麻麻的 非常多的 當時電視不會像現在轉播 那個選舉活動 不會 我如果要知道 我關心公共事務 關心政治的變化 我就去聽黨外人士的演講 所以那個演講很恐怖 現場都幾萬人 不用卡車動員的 不用遊覽車動員 自己來的 所以整個社會 他們把這個時間 你可以傳達政治理念的期間 他們叫做民主假期 平常時候是戒嚴 但是只有選舉的這幾天 我記得當時是幾天而已 他們就把他當成一個 就是可以宣揚裡面的時間 然後黨外 這次就是用組織化的方式 有全國的黨外助選團 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 那總幹事就是施明德 施明德 很忙碌的 然後還有一個核心的人物 就是康寧祥跟黃信介 這兩人 他們在舉行一個中外記者會 事實上就已經非常類似政黨了 我在這次1978年的大選裡面 提出我們的政綱 我們的選舉的政見 然後開中外記者會 然後我各地浮選 事實上就像一個政黨那樣在運作了 所以當局覺得 為什麼會覺得是極大的威脅 這是當天的林義雄先生 姚家文 這個是黃信介 他們的選舉很熱烈 那時候我在高中高一 高一 1978年的選舉 他們就提出這個 各位看 陳古英、陳婉珍聯合助選 一個選立法委員 一個選國大代表 然後就在我們學校 新任南路那邊 就搭了 就是他們選舉的地方 然後就這個叫做民主牆 把黨外人士的主張在這裡張貼 那就很多人來看 當時我高一 我就跑來看 跑來看 那其實很多其實我不懂的事情 就是有點政治狂熱 然後媽媽就很緊張 下課了你怎麼都沒有回家 你為什麼那麼晚回家 我說我去哪裡 她媽媽嚇死了 她就說 人多了地方不要去 會出事情 他們的陰影就是這樣子 但是後來不多久 旁邊又多了一個 叫做愛國牆 愛國牆 就是跟反外人士 完全不同論調的官方的說法 就在旁邊 再弄一個愛國牆 就說明眼人 這些人是陰謀人士 等等 民國牆跟愛國牆 他們提出了聯合 我們剛講 他幾乎就是政黨的運作方式 他們提出全省黨外的共同政見 各位來看一下 共同政見裡面他就這樣講 人權是人類不可侵犯的權利 所以民主自由是不容剝奪的政治權 政治人權 我們黨外人士要追求我們政治人權 跟社會權等等 我們提出的共同主張 共同致力於十二大政治建設 十二大政治建設 他是很針對性的 因為賈金國先生當行政院長以後 就講十大經濟建設 對不對 統治當局總是告訴你 我們的經濟發展非常好 政治安定最重要 賺錢最重要 所以不要政治動盪 那他們事實上就很清楚的就是 那我就是要政治改革 不是只有經濟建設 我要政治改革 所以你看他們的十二大政治建設 裡面要求遵守憲法 召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省市長直接民選 軍隊國家化 司法獨立化等等 要求解除戒嚴 尊重人格的自由 禁止行求 禁止非法逮捕 就是政治犯的問題 譬如說他們開始關注 我們剛剛講說70年代黨外運動 事實上是有社會主義的傾向 他們關心工農大眾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要求 實施全民醫療保險 還有失業保險 所以我們的健保 當時他們就這樣要求 廢除保護資本家的政策 要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宅 現在都還說不到 要求制定勞動基本法 要求改善農民漁民的工作環境 要求環保的問題 制定防止環境污染法 還有國家賠償法 反對審極歧視 釋放政治犯等等 他們的12項政治建設 等於就是黨綱政綱 他們的重要政見 這個就是對當局很強烈的挑戰 總統嚴正聲明 就是要跟我們斷交 當時兩個報紙 各位看中央日報跟聯合報 他幾乎都一樣 內容都非常像 然後也都放一樣的照片 當時新聞控制基本上是這樣 雖然很多報 黨政軍報 但他報道的言論一致性非常高 你會看到下面還有很多 擁護國家的廣告 團結一心 全力支持政府 全民團結裝盡自強 這樣子的整個社會氣氛 禁止選舉 美國要跟我們斷交 所以當時 美國派了一個特使團 來跟中華美國政府談 斷交之後的雙邊究竟要怎麼維持 這個關係要怎麼處理 當時就是當局某種程度的縱容之下 就是很多人就到機場去包圍 代表叫克里斯多夫 給他丟雞蛋 然後就是罵卡特總統 然後把花生在地上踩 因為他那個喬斯亞洲是產花生的地方 總統是從那個州出來的 等等卡特出賣中華民國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當時的民眾的情緒轉向這邊去 下令選舉 選舉被凍結怎麼辦呢 他們的政見 他們後來就出了一本書 叫沒講完的政見 把各個候選人 在他們的政治主張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把他出書了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不只停止選舉 當局開始抓人 主要就是抓余登發 跟他的兒子余潤岩 余潤岩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余登發呢 就是我們說 這樣這個人 他在地方的選舉 他是用五黨籍的人士 在高雄縣選舉 去屢屢當選 然後或是他的兒子 他的媳婦選都當選 那是南部的黨外的領導人 所以被捕了 那怎麼辦 所以當時他們討論這個事 判斷 到底是什麼回事 選舉停止了 而且蔣經國開始抓人 許信良就判斷說 這個就是他開始要打壓了 如果他抓余登發 我們黨外人士不團結起來 向他抗議的話 那我們就會被一個一個被逮捕 所以許信良認為這是一個信號彈 是非常危險的情況開始出現了 所以他們就發動 就是大家 黨外人士到余登發 到橋頭的這邊去聲援他 反對政治破壞 那他很多人都來了 就是認為這個是一個政治性的逮捕 那當時在戒嚴呢 不能戶外遊行 但是他們絕對決定要戶外遊行 就是在當時之前也很擔心 戶外遊行會不會馬上被警察抓走 事實上也很害怕 那人數 當時 黨外人士 人數不多 那群眾為官呢 最後就是把兩個女士推到前面 女士在前面 那就是男士在後面 然後他們就在那個橋頭的街上走一圈 走一圈 那沒有立即抓人 但是這是戰後第一次戶外的公開遊行 剛剛我們不是講台大有遊行啊 那是台大啊 他第一次戶外的那個 戒嚴下的戶外遊行 是這一次 那時候有人紀錄了這個過程 事情沒有完 抗議之後呢 當局繼續抓人 把參加這次遊行的 或是提議要遊行的 剛剛當選不久的 桃園縣長許姓良 由監察院彈劾桃園縣長 參與遊行沒有請假 所以停職 就這樣 就讓他去 就把他停 就他就沒有 就等於是 讓他就失去了他的桃園縣長的職務 這就是一步一步緊縮 那很多黨外人士去慰慰許姓良 可是沒有用 就許姓良失去了他政治的位置 許姓良後來 就是說他 就是在下海要怎麼走 他說他去美國散散心 他就回不來了 那你就不讓他回來了 好 這個是許姓良 所以當時他們黨外人士 發表一個共同聲明 我們願為台灣的民主做勞 就是說 我們的民主運動遭遇極大的困境 余登發被捕 余登發 他說呢 余登發也不過是 他要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他為什麼會被捕呢 台灣人的命運這樣悲慘嗎 統治當局對民主人士的壓制 沒完沒了的嗎 余登發事件抗議之後 他說那個誰 許姓良又被監察院彈劾了 就當局的這樣的 就是一步一步緊縮 我們願為余登發跟許姓良祷告 我們願為台灣民主和平的前途做勞 就當時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聲明 那如何維持下去 恢復選舉是遙遙無期啊 所以他們就決定 那就是在辦雜誌 所以當時就是辦美麗島雜誌 1979年 這五月還六月 開始組織這個美麗島雜誌 那當時的黨外人士幾乎都進來了 幾乎都進來了 女士很少 這是呂秀蓮女士 女士很少 黃信介 那各位注意 他也沒有康寧祥 沒有康寧祥 那這時候康寧祥跟黨外人士 康寧祥很敏感的 他認為說當局開始抓人了 所以他反對這一種 就是說 他認為不要跟黨 他認為不要跟黨局正面對他 也不要走群眾路線 所以這一些黨外人士 從中立事件得來的經驗 康寧祥認為那個路線 他有一句話 他說 如果B級了 那可能當局會來一個大增壓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時候 黨外運動就分成兩支了 一個是群眾運動 就結合群眾運動的美麗島雜誌 另外一個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他有一個大標題叫時間道 下禮拜我們來看 就是從兵兵世界以後 黨外運動 民族運動 反而有很大的進展 我們今天到這邊 好 下課 本身的司法 財政者